中国新说唱定档7月14日重磅来袭,制作人吴亦凡,张震月,热狗,潘伟柏,邓紫棋已经集结。 中国新说唱近日也公布了70强入围选手,网友纷纷表示有好多熟悉的面孔,相信第二季中国新说唱会给大家带来一场听觉盛宴。 接下来小编给大家来盘点本季十大夺冠热门选手。 满舒克,作为摩登天空的代表,满舒克实力入围,做我的猫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吧。 作为夺冠热门之一期待其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,大家期待他加入那个战队呢。 万依达,作为选秀界的老江湖,参加中国新歌声演唱牛仔很忙加入那英战队,并获得最佳人气学员奖。 火辣性感的他在中国新说唱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? 法老,公认的国内优秀rapper之一,代表作亲密爱人我想等,一心想扩充火死人厂牌走火入魔的他在节目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? 大家一起期待吧。 小青龙,作为上一季中国有嘻哈的老成员,Battle赢过Pigong的他一首Time火遍大江南北,期待这个爱好Hip Pop的大男孩在新一期的中国新说唱中全土重来。 徐胜恩,这个在偶像练习声中与小鬼搭档的大男孩凭借其超迷人,低音泡的嗓音吸引了大批粉丝。 作为本季夺冠热门的他在本季节目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? 新巴,拥有惊人创作天赋和深厚即兴说唱功底,对Hip Pop有独到见解的他在本季节目中是否有惊人的表现呢? 刘百鑫,受邀参加美国德克萨斯州全球十大音乐节之一的西南偏南音乐节,是首个登上South by Southwest舞台的中国音乐人。 期待着刘百鑫的精彩表现吧! 王以泰,连法老都想合作的rapper,之前也参加过中国有嘻哈,个性张扬,实力强劲的他这次重新登上舞台的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? 派克特,作为一个优秀的地下rapper,有惊人的创作天赋。 一首代表作《重塑巴别塔》更是火遍全国,被网友称为夺冠最大热门的他在节目中会有怎样惊人的表现呢? 周汤豪,肖亚轩的绯闻男友,出演过蔡依林《大丈夫》MV,代表作《骂醒我》流传非常广,错爱获得2012新成果语力原创歌曲奖。 实力强劲的老牌歌手的他在这次比赛中会有怎样不俗的表现呢? 我年轻,我说唱,中国新说唱开播在即,你们pick哪位选手呢? 你们期待他们加入谁的战队呢? 谁才是你们心中的冠军呢? 下一部影片预告 疯狂 全球十大最肮脏的节日 感谢你的观看 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